當合手真的罰球的時候 大家就會把手機全部 露成阿咪的照片 真的 這照片太美了耶 志堅哥你播報了SBO12年 後來為什麼會離開 10分鐘以內講得完吧 不用不用不用這很快 那是句話就講完了 可能有人比我們更優秀 或者更便宜 不過志堅哥我覺得 他是很會包裝球員的人 他不管做什麼活動 他不會分球員是大排還是小排 比如說今天來的人 有一些比方說是一些小球員 我們真的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們是誰的 但他也很會幫他包裝 甚至會幫他做專屬的主題曲 你想想看 這些球員可能連正式的這個比賽 都還沒有打 他自己也在那種彷徨說 我到底要不要打球 然後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有些球員是心裡是會覺得 好我也是一個 有點忐忑 對對對 但是志堅哥他是 你只要來在這裡 我就把你當主角 這樣子在包裝 說真的有好幾個我不認識的球員 他一樣給他 就是比如說給他自己題曲 給他綽號啦 對 加跳舞 那很快大家就會記得這個人 我覺得這是他專業的地方 這應該是跟過去志堅哥 可能在那個洪國直男公關部 所謂第一個員工 對 有一些些關係吧 對 因為你在洪國時期也創造了 許多不同的加油方式啊等等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到嘛 那你有曾經接受過訪問說 以前我們一個部門的行銷費用 就花的比一個現在球隊還多 對 我們一隊還有三萬多名會員 那個時候CBA是採取會員制度的 紅國 紅國繳費的 繳費的 一年要繳五百元 在二十幾年前要繳五百元 五百元其實算多那個時候 對算多 所以現在球隊要會行銷的話 懂得行銷才能培養球迷嘛 如果小哈當時打的是紅國 劍哥會如何帶動觀眾幫他加油呢 當時如果是小哈來到我們這個球隊 加油的方式 我們應該會這個 依照他個人的一個特性 例如說他灌完籃 或是他得分之後 可能會帶著圈上 小哈哈哈哈哈哈 或是什麼樣 反正一定會幫他們做 例如說像羅欣陽 羅欣陽他都會做 羅欣陽最早的時候 他投進三分球 有一個暫停我們都會喊 郭欣陽你是我的巧克力 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沒有啦巧克力那時候 是那時候電視的廣告 就是公布的 你是我的巧克力 你是我的巧克力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會喊這個 喊完這個之後 我還自己 呃 哈哈哈哈 麥克風打開 沒有沒有 我就直接就呃 然後大家就會笑 你都覺得很噁了 問題是馬上就可以 讓大家有很好的印象 有個共鳴呢這樣 但如果說小哈今天是敵隊 你會怎麼樣diss他 我們跟育龍隊的時候 林建平在罰球的時候 我們在後面除了 嗚嗚嗚之外 我們會有人在那邊喊 林建平 你的褲子太長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褲太長了 這是什麼 干擾招數 他還比較矮 建平剛開始穿的 都是短短的 超高的熱心 到那個時候都越來越 越來越稀罕 然後就講說 裁判 林建平穿長褲比賽 哈哈哈哈 類似這樣 就我們會就講一些 有成功干擾他嗎 那些干擾其實對球員來講 都是還好的事情 但是問題就是 對於場邊的觀眾 它是一種效果 對 球員其實真的沒差啦 球員其實 其實真的沒差 你有被干擾過嗎 有啊 那時候 真的被就是 就刷球 很多 刷球是不一定 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高中的時候 我們對 屏東高中 簡明富在罰球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啦啦隊 就開始喊 真想高 那就有一個人在罰球 真想高 真想高 罰完一進啊 然後就是 很開心 然後我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到那個 輔大的中美堂 他們也是很團結 然後我就罰球了 打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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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其實就覺得很好笑 後來就是到SB的賽場 就更多花樣 像核手戰罰球的時候 對 大家就會把手機 第一隊就把手機 全部弄成阿妹的照片 哈哈 是不是 他做了一個 1比1等高的 蕭強小姐的人像 三文靈一罰球 他說 對 蕭強來了 哈哈哈 我不行 我是真問你 我一定把不見 那個真的太好笑了 那個真的太屌 那不會生氣 那是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大家很多創意耶 那在紅國時期 曾經發生過 進波事件 到底是怎麼一個狀況呢 小哈你還記得嗎 進波 他不知道啦 因為進波事件 是我自己造成的啦 我被應徵進去的時候 他有說 因為我們接下來呢 要採取所謂的主客廠制 但是在那個時候 資安二三年那個時候 還沒有辦法 真正有說 一個球隊 真的任養一個球場 然後這樣紅國就不願意啊 全國都說 我紅國民 我為什麼要在固定在一個地方 最早的兄弟相 對 他是最早的兄弟相 然後他就是在全國中 但是 我們那時候有所謂的 假性主客廠 今天是誰的主場 然後那一天的播報員 比較高亢啊 什麼什麼什麼 一大堆 那報紙我都還留著 結果 有一場比賽 我播完之後 馬上收到公司的電話 就說 林姐 你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我說怎麼了嗎 你怎麼那麼播報呢 我說沒有 今天是紅國主好 來來來來 反正就罵得很慘 好死不死 最衰的是 那時候旁邊呢 有一個 XXX的記者 不是XX 不是XXX 是一個女生的記者 哎呦 剛好站在旁邊 聽到我被罵 結果馬上寫一篇稿子 砰 隔天 竟然比紅國贏球的 稿子還要大 哇塞 就是說 呃 紫蘭公司 對某某人這樣子 對於那個播報員 不夠專業 本來就講好主賀場 什麼什麼 結果 隔天就被叫去辦公室罵 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要去旁邊接電話 然後罵完之後 後來就說 這兩支球隊 球賽你都不要播 蛤 因為我那時候 但是 那一天我怎麼會很高好 因為那一天呢 是 鄭志龍球季 要得1000分 所以他準備上場之前的時候 他已經998了 結果他投進的那一顆球呢 是3分球 我當然會鄭志龍 我殺 一定要啊 鄭志龍個人的 已經生涯 已經打到1000多分了 他的敵隊得分 喔 3分 這個是 主客場 其實就是應該這樣 可是那時候 台灣還不 可是那一場是 還不習慣 是 紅國的主場 紅國的主場 那這樣不過本來就是合理 可是 在那個時候 大家不一定能夠接受 不一定能夠接受 而且那場比招 我還記得在哪裡 在台南城大 可是主客場 其實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就是要這樣 但是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你不像說現在 Plus League這邊 他是有真的自己的一個場館 自己就在這個場館當中 然後你也去經營在地的 這些球迷 然後讓大家去認同 大家可以去接受 等於說 你那時候走在前面啦 走得太前面了啦 就跟周星馳一樣 那時候有一些電影 大家看不懂 那你說現在 像現在Plus League 這樣子所謂的 走真正的主客場 然後就是說 放音樂大家也會嗎 然後別人 他會抱怨 誰看誰看誰看 對 也不是抱怨啦 就是說 怎麼放一些 我就跟你講 因為你走在前面 鐵達尼破音板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麼沒水準呢 對 大哥 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是主客場 你懂不懂 懂不懂 因為是主客場 大家冷靜 先緩緩 我們講到CBA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到一個關鍵 就是很多球員 都會去 就是中國大陸發展 健哥當初其實也有去一下 我去過一次 然後後來我有去看球 過兩次 我原本呢 就是 也要跟新浪隊 一塊過去那個 蘇州嘛 那時候新州做主場 那時候小切已經先過去了 然後去那邊擔任播報員 那但是那個 總經理覺得說 林健你這種主持風格 應該 這邊人又那麼多 你應該還蠻合適的 也請我過去 我說好啊 我覺得很棒 我就飛過去了 結果第一場的一個主場 我就煞魚而歸回來了 因為我講錯話 你講了什麼 因為我在台灣講什麼都可以嘛 就好像你現在在台灣 那個愛國同心會 可以拿著五星級 總統舞晃一晃去 憲兵也不會抓他嘛 好時不止那天呢 那一場主場人很多 我在第一節比賽的時候呢 下去送禮物的時候 看臺上面突然有人跳下來 然後這樣跑進來 拿走了一顆小禮物 接著呢 他就拿了就跑掉 保安就到後面追 都在看 poquito 一跳跑掉了 這就是揭開序曲 我就覺得 真好笑 這樣人就可以跑進來 到了中島休息的時候 我們要介紹來自各地的好朋友嘛 譬如說 某某經銷商某某經銷商 贊助商門介紹 然後好死不死 那天呢 有一群台湾的學生 在上海讀書 在蘇州讀書 然後他們也被邀請來看這樣 哇 欢迎来自遥远的国度 这一名同学 来这边呢 国度你完了 结果 一开始没怎么样 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 张温不是一个国家啊 哪里来的遥远的国度 我刚刚真的有讲嘛 我那时候我忘记 因为有时候你讲话 很乖嘛 很顺的 我有讲这个吗 他那个人站起来一骂 全场开始骂我 然后开始丢东西 卧槽 所以这就是全场虚声的来由 对 他就丢 还有人丢东西 然后我就被 赶快送到那个秀与师关起来 关起来 怕有人会暴动啊 怕有人暴动 后来等到那些人都走 我才回到宿舍 然后回去宿舍的时候 三哥啦 林玉书啊 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打球 多辛苦 像他们那时候刚去 他只是个播报员 啊 只是个孩子 刚去西边 他们去到东北 尤其到他说 你还好没有在东北 否则你出不来 因为东北很多都是军方 北方人很多军人去看球 他说你根本会走不出来 尤其越靠近北京那边 你就更危险 我后来把话换换我就回来了 也刚好就这样回来之后 就接到SBO啦 顺顺的就把他给他接起来 中国看起来很好笑啦 有机会在聊 他没有想过就是要去 中国大陆发展吗 其实那时候去那个新浪 要去苏州的时候 其实室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因为我那时候也还在念台语大阿 对啊 那时候就最后还是放弃了 没有过去 就是读书有钱那个时候 到后来CBA开始想要找台湾的球员过去 第一个其实是想要找田磊 因为那时候有一场 不知道亚洲杯还是什么比赛 他们想说哇塞田磊这小子 200公分左右 怎么一直在我们 210几公分的人头上 一直抓篮板一直抓篮板 然后打球又潇洒什么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他们是锁定田磊 后来田磊因为合约的问题 没办法过去 那就锁定智捷 但是到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根本不缺大个子啊 对啊他们不缺大个子啊 他们不会想要大个子 他们就想要打球很好看 很有野性 刁砖 快刁砖的 像雪林啊 智杰这种 打球真的很好看 他没看过这种打球方式的 我那时候当然不会有任何想说 我有可能去大陆 其实不会有这种想法 最早是阿龙嘛 对阿龙 最早是阿龙 最早阿龙就要 我有去看他 我有去看他 因为郑智龙第一次到那个 上海大鲨鱼 然后我也特别飞过去 想说帮他加油 带后还有带我到休息室 然后妖鱼就这样就是很 那时候他年纪还很小 他年纪还很小 因为他身高比较高 然后那个 那时候那个 休息室高度也没有很高 他这样弯着腰 然后好像是妈妈吧 还在帮他插背插汗什么什么 然后那时候要说 要问我要不要给他拍 好高喔 没有吧 有压迫感 好压迫感啊 那你说去看CBA看球 早期中期跟 比较后面有制度 真的差异很大 对 大鲨鱼那时候 这个场面也可以抽烟 对 你就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 整个上面都是烟 烟雾弥漫 这样 然后那一场比赛是 他们大鲨鱼的第一场的猪肠 外面呢是有一群人拿着骨 然后敲落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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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杀进去了 哇塞 哈哈哈 超好笑的啊 天呐 但是那个场上遇到有争议 因为楼上 有没有开始骂张话 对 应该没有丢东西吧 有丢啊 也会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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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的可惨的哦 哈哈哈 然后这个就算是比较早期 然后到了中期的时候 像智杰在那个 广下的时候 我有去看 但是我是去看客场 我那时候去大陆 去上海主持一个 那个电玩的活动 然后我只有一天 他给我五天的饭店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我就 就去看球赛 我就包车到青岛 好远耶 坐计人车 因为我不太 你从上海去青岛 我去八一的 我去那个八一队的主场 哇靠 开多久啊 我忘记坐多久 但是我知道我白天去 然后去到那边 已经快比赛了 哇塞 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在上海 哈哈哈 然后过了一座桥 那个桥好像说是 32公里 中间有休息站 那个桥有一条桥 超值 好像经都不知道多少公里 然后就很长 然后开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睡了醒醒 哎 师傅 现在在哪 哦 还在上海 哈哈哈 还在上海 因为上海本身又塞车什么 我光 我去看自己的那场比赛吧 看完比赛 然后再出来 然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 已经好像凌晨 不知道几点 过十二点之后 然后那个 因为我去看 我到那边好像记得是四点多吧 到那边是四点多 然后司机在那边等 要等我到九点嘛 然后我就说 啊你不然这样的 那边有一家咖啡厅 然后我好像给他三百块吧 人民币 三百块人民币啊 你去那边休息一下 结果那司机没有 他三百块 他就在车上睡觉 然后他没有去 然后我包那一趟车来回 两千块 人民币啊 两千块人民币 去看林智杰 你这样一个活动也学不少 还不错耶 因为我去上海去主持一个那个 一场跑跑海银车的比赛 一场他给我八千块 人民币 八千块人民币 包飞机票 对对对 就在那个 这个他们 那个步行街当中 最大的那个大广场 有大荧幕 然后我那时候也才感觉到就是 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崛起 跟他们的那种成长的一个数格 很恐怖 对啊他们现在玩电竞 他们办的活动是多疯狂的呢 但演唱会也没两样 就在路边耶 就那步行街嘛 快两万人 结束的时候 你想两万人就会有两万张红板灯 对不对 接着他会有什么 立柱高塔 播放设备 那一堆设备 四十分钟清空 好狂哦 场面之浩大 很霸张 不过剑哥你自己看过这么多的比赛 也不包括这么多的比赛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哇我印象深刻的超多 有一场比赛 我记得有一个人罚球 最后人罚球 就后来哭了 是谁 是谁 怎么会有人罚球不出手 然后到后来哭了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这是我看篮球那么多年来 第一次发现的 那一次的罚球如果罚了 进了就赢了 竟然不罚 而且他是被裁判吹了五秒为例 对 你有看过哪一个球员会输球 或者是投不进 会哭的 没有很难得 表示这个球员他真的胜负心 他的非常羞耻心非常高 你知道这个主角是谁吗 很明显了吧 很明显啦 就在这里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 紧张啦 没有没有 你是紧张吗 我脑子太聪明了 心里想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酷是聪明的表现 那时候裁判是黄曹和老师 跟他还蛮有交情的 罚第一球罚进 第二球进了就平手啦 第二球进了平手 我想说 那我就再调整久一点吧 抖抖肩 稍微休息一下我一看 我还跟黄曹和老师 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他就是 慈眉散步的看着我 我就 好 弄久一点 逼就五秒了 然后我还看他 他就这样 五秒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不管怎么样 你总是会让我罚完这一球 刚刚要罚了 逼就五秒 我想说 你至少会让我罚完这一球 然后我想说 哎 已经这么老 老交情了吗 老交情又是 这么熟悉了 对 这么老资格的裁判 他一定不会用他的哨子 来决定比赛的胜利 他就催了 就催了 那一场很有 我觉得蛮有意义 我自己都吓傻了 然后你就哭了 彭修有时候路上就 路上就哭了啦 对就哭了 路上就哭了 我还记得 那是在白管嘛 他们坐这边了 坐在你们的那边 立行赛而已 立行赛而已 那你为什么要哭 太糗了吧 太糗啦 因为是丢脸的眼泪 不是丢眼泪 就是觉得说 也觉得很恶婉啦 应该也就觉得很恶婉啦 原本追平的 他算是个英雄 我就跟你讲那时候很有羞耻心啊 现在呢 蛤 现在就喝酒啊 后来健哥 你是怎么把他播报的 其实所有人 都已经准备 要做延长加赛的准备 甚至于发不尽之后 我就可以说 第四节比赛重要 可是突然 在那边等待的时候 过程当时 奇怪 我当然也等了有点久 然后突然 逼 然后就结束了 我真的当下那些 怎么会这样结束 整个傻住 然后就说 球场就一片滑篮啊 有一群人 在放过有一群人 撒掉了 然后裁判就这样 逼完 然后小孩也 怎么会这样 然后裁判就这样 顾着走回来 等到他走回来 我说怎么了 发现五秒会出手 我说 哦 发球会出手 伟利 第四节比赛重要 超尴尬的播完 对对 奇怪 怎么会就这样结束 而且你那一季的 罚球命中率是高的耶 那一季 很稳 那一季 大概九成的命中率 罚球 就是跟那个 黄曹和老师 交换了一个眼色 然后没问题 他就是从那个眼神之后 开始算五秒 弄久一点 逼 我说 蛤 怎么就吹了 有点不甘心啦 难道可以当英雄的机会 颜柯看了也不好意思骂我 颜柯 就 就 算了算了算了 你模仿颜柯超像的耶 他模仿的超像 他就是这样啊 小孩 然后就 出出出出出 对啊 因为那只是一场例行赛 对啊 一场例行赛 但是如果是季后赛的话 你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肯定不是 那可能就跟着 你可能会倒在地上哭 因为季后赛的时候 应该这么重要的场合 不会是我在罚球 哈哈哈哈 这么重要的时刻 一定是传给自己啊 再来聊到的是 之前一个位置 其实跟球员跟裁判 是非常非常靠近 而且跟我们记者 是有同样的一个视角的 应该是听到最多八卦 或者是最多真实事件 发生过程的一个位置了 对 其实在我们坐在那边的话 尤其穿 深色球衣的吧 反正坐在那边 就会听到很多教练的内心话 还有这个教练想要刻意去挑动场上的那种气氛 然后还有一些搞笑的 骗记录台的各种的状况 分享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好了 应该就是许志超吧 以前从许志超其实在当球员 就已经会 蛮会讲一些很无聊的话 等到他当了教练之后 他把这个干话呢 又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有时候呢 这样走出来的时候 讲讲讲 好像要抗议 假装来说 我还有没有暂停啊 没有啊 没有了吗 我只是考验一下你们 怀疑啊 你还怀疑 对啊 说我只是考验一下你们 要不然就是说 会出来就乱挑战 XBO有一个单行法 就是说 你可以做挑战 但是其实挑战 还有规定什么东西可以挑战 什么东西不能够挑战 没事他就会冲出来 其实他这是在帮他的球队拖延时间 那我要挑战 为什么不能挑战 为什么不能挑战 我记得有一次 技术委员差一点被他护过去 然后因为我旁边 我带了一个本子 我又把那个 篮球的规则 我有一本 然后又把几个条列式 例如说 FIFA的规则 每年在做改变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看IIS的时机是哪些 然后能看什么 跟不能看什么 我输出错比较大 然后我说 欸不行不行 不能挑战 他说 没我只要看看 懂不懂而已 哈哈哈哈 然后又走回去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许一刹他 本来就是也是 场上他很不爽 他就叫球 可是那个时候规定说 你如果 比如说回来 多久不出来 就算是罢赛 罢赛就要罚钱 开始算 30秒 他开始算时间 对 诶 这样是罢赛 欸 哪有 我有在算时间 时间没到啊 奇怪 好像是两分钟还一分钟 好 回去回去 去打去打去打 他很会 他很会哦 像午饭离场嘛 换人的规定的时间是30秒 兵衣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送你离开都已经播完了 对对 播完了 都已经播快完了 他人还没出来 然后裁判就说 你最后要把他上了 对啊 他平时有30秒 还在继续啦哦 他还在抗议 对对 他还在 平时有30秒 哦 规则就这样写的啊 他不想让大家下班 然后等到 裁判又再跟他讲的时候 说哦 哦 好 你这样 但志炎哥 应该最常提醒 研究又 我还没关 哈哈哈 你最后听到什么东西才特别提醒他 后面第一排都听到了 哈哈哈 看篮球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在球员后方的第一排 总是门票卖得最好 除了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球员的背影之外 最有趣的就是听那些球员讲垃圾话 像陈立焕吧 陈立焕刚从台银离开的时候转队 他只要拿到球台银的球员就 嘘啦 或者说他头头 � gew得头啊 头啦 弄到头啦 那要不然就谁谁 他们如果针对某个人 那个一拿到球旁边就 用这些的话去影响场上球员的心情 很多啊 难怪第一排总是最有趣的 不过有没有你播过哪一次 是真的让你对笑场笑得最严重 没有办法收拾 这倒是没有欸 我通常笑场的时候是会发生在 场上有临时状况的时候 抛彩袋 抛彩袋也蛮有趣的 哈哈哈哈哈 只是我吓傻了 你吓傻了对不对 突然冲出来 其实那一天 新竹工程式的开幕战 其实发生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能在电视机前面 或是在收看网络的朋友 根本不知道 因为我后来回去有看中播 电视上听到那些球员的 家人的声音是完整的 可是现场是没有声音的 那也太尴尬了 最好笑的是 那支影片我也没看过 一播出来的时候 第一幕是黑豆 恩豆 恩豆跟他女儿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讲话 奇怪 怎么没声音 没声音也真的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那时候 他前面讲大概三十几秒都没有声音 我到后来我真的我也觉得不行了 后来冠人的女儿她就讲话 讲说爸爸圣诞节快乐 我就用模仿小女生的声音 爸爸圣诞节快乐 真的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 对 然后后来又另外一个家人 然后讲我又去 我就按照台 帮他们台词讲 然后到后来 就是按照那种情境嘛 最记得 因为我本身跟林立仁还蛮熟 因为本身林立仁就是一个嗨咖 然后等到林立仁 那个家人出来讲话的时候 我用卡牌给我 林立仁 人家打球 要听教练的话 林立仁 命用正 哈哈哈哈 潘过来小孩那段 我也蛮有印象 就 然后他有一段用符号的嘛 这段只有他爸爸妈妈听得懂 用多声 就这样子撑了八分钟 撑了八分钟 其实那个是 那天也有很多记者吧 很多媒体记者就是 晒后就是要跟我说 他跳了八分钟 原本还在赌 是不是只有前面没声音 所以前面只有我一个人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 但后来觉得也太干了 赶快塞个指引 然后趁圣诞节的一些背景音乐 就稍微好一点点 到后来你说我一个人一直讲那么久了 其实也很痛苦 雨萱她妈妈刚刚讲说 我会在电视器前面看你喔 我赶快把麦克风录剧给宋雨萱 因为那时候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然后透过麦克风录跟妈妈说 我也会好好加油 YouTube上面都有存档 你们再自己去看 接下来要问一个 比较严肃一点点的问题 好 我们应该 十分钟以内讲得完吧 不用不用不用 这很快 二十句话就讲完了 可能有人比我们更优秀 没有啦开玩笑 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费用 像我的费用是行销公司给的 可能当时的行销公司觉得想省一点钱 因为那时候HBO招商也没有那么好 这一块可以是可以省下来一些 比如说从原本一场五六千 如果可以变成两三千 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半 他的想法是对 可是他可能忽略到就是说 现场观众的感受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因为像我以前在播HBO这十二年当中 以前有那种爸爸妈妈还有家长啊什么 他们说 你在主持活动中场 我们都不去上厕所 我说你干嘛不去尿尿 他说没有啊你中场那个玩游戏啊 发一些小礼物什么的啊 好像很好玩 除了发礼物之外 他说好像在看脱口秀啊 就是我跟那观众互动 他们会觉得很有趣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功能 娱乐大家 让大家在除了看球之外 想要休息时间 也有多一些互动的空间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是 觉得就说 林志愿会的就那一招而已啊 拖人家跳舞啊 脱衣服啊 干嘛干嘛而已 不然你来啊 哈哈哈 跟你们讲 现场主持这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现场的那个年龄层 如果说分众有点大的话 你根本会不知道 怎么样去带动他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一个 共同的语言了 因为我自己 其实有跟志愿哥搭档过 就是主持一些活动等等 我在现场看到搭档是他 我就觉得安心了 很安心 就是真的很安心 就是我就是天生就很奇怪 可能我的会员独具 我就是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人能不能整 这个人能不能cue 这个人适不适合开玩笑 你说你看我们在做陈伟英的活动 我也经常去扒球迷啊 然后把他拖出来 哈哈哈 独打啊 就是会真的 拖得不好我也会扒他啊 比较有那种互动性 因为像我就真的不会去cue 就是观众起来 就是唱歌或者是跳舞 因为我没有把握 他能不能这样做 因为弄不好的话 变成我自己要跳舞 对 不要闹了 但是志愿哥很不会 但是我唯一就是 弄错球迷一次的 是小哈的球迷啊 哈哈哈 他也哭了 他也哭了 对 因为呢我那时候是台皮蜂王 然后我们做全省的巡回 然后他有一个超支持他的球迷哦 他超支持他的球迷哦 台中的嘛 我们送了很多礼物 后来玩了一个游戏 又把他cue上来了 反正我想说 还会送一个 例如说我们还会送一个笔记本嘛 他手上已经有一个笔记本了 我就把他的笔记本拿起来 丢给他家的观众 哈哈哈 然后就当 你为什么哭我要给你 日本最小会给你 哈哈哈 曼妮 曼妮 你还在挂梦 哈哈哈 曼妮 你知道他有多见吗 原本讲好的游戏是 鼻手画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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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一看到我那个球迷 他身材大概跟我比较相像 他一上来他马上说 哎呀呀呀 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哦 来发报纸 发报纸 反正的报纸 带着嘛 后来越折越小嘛 到时候你要把他抱起来 然后怎么他都是剩下一张 怎么样他都会输啊 对 我们两组人嘛 例如说两组人 然后我们玩猜拳 猜拳 你慢出 然后就把他报纸折一半 他真的输了再折一半 然后到后来 他就抱着曼妮 我要抱着那个女生 他一直脚 啊 不是脚王比手画脚吗 怎么画游戏 这个真的只有之前一个做到 我说不敢换游戏 但是我相信 这画游戏会出现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说那个曼妮 会不会一辈子支持小哈 会 场边那些观众朋友看到 他们玩得这么开心 他们会觉得小哈真的很亲切 对对对 相对的也会帮他吸到一些粉 哎呀小哈对球迷真的很好啊 什么什么一大堆 你看那个球迷可以对他这样死心塌地 一模一样东西丢下去 只是因为这是小哈给他的 只是差别是小哈给他的 只是差别是小哈给他的 小哈送的时候他接到的 哦 他当然很酷啊在舞台上 连和首正直 华人姐说了 哦哦哦哦哦哦 有哭 有哭给人家吗 有有有 你当场要还给他的 有 有 我现在去综艺三国志的见面会 他也会来 他也会去哦 一定会的哦 一辈子的铁粉 一辈子的铁粉 真的是老铁人 在好好对人家 已经变好朋友了 对对对 你们계획 有时间毫升 很满 但是 就可以了 最后患了 大家 这几个星达 你们先OUR се好 跟语先生 那就可以了